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您看啊,无论是您听书还是我说书 咱们呀,都得有过日子的心 因为这说书啊 它跟您听个笑话,听个相声不一样 哎,短了呢,三五分钟 长了呢,十几分钟也就完事了 咱们这个,跟他们那个不一样啊 就是得有头有尾,一步一步的来 您看咱们前文书,分两集啊 讲了一下这个八旗的组织制度 实际上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给咱们讲八旗部队做铺垫 好朋友们都知道 这清代的军队它分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八旗兵 在清初的时候啊 这些八旗兵都是从关外来的 还有一支部队呢,是陆营兵 其实啊,说是绿营 应该也是没错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支军队的旗帜啊 它就是绿色的 至于后来它为什么叫做陆营兵呢 这个说法很多 不在咱们今天掰扯的范围之内 清朝人入驻中原 定顶北京城 那是举国西迁 也就是说所有八旗人都进了关了 那有人说不对啊 这东北留守的呢 这东北留守的旗人 都是后派过去的 有个挺有意思的小问题啊 在这我不妨跟您聊聊 当年在清代的时候啊 这满洲人啊 也分老满洲和新满洲 在满语里啊 这老满洲叫佛满洲 新满洲呢 叫一彻满洲 那么它从哪来划分新老呢 这两种满洲人啊 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点 努尔哈赤时期 被编进八旗的女真人 当然了 这些女真人啊 就是包括最原始的建州女真 和海西女真 也包括一部分的野人女真 这些人啊 就被称为老满洲 满语叫佛满洲 可是直到努尔哈赤死了以后啊 这件事情也没完 满洲人对女真人的收服啊 一直持续到入关以后 努尔哈赤死了 皇太极继位 天命朝以后 再编入八旗的 那就叫做新满洲了 也就是一彻满洲 这老满洲啊 都被清代统治者 带进了关 到了北京 回到关外去镇守的 无论是将军 还是普通奇人 那都是新满洲 这些在东北的满洲啊 也包括后来再归顺清朝的 一些少数民族 和一些女真人 那么这清朝入关的时候 大概有多少兵呢 清朝所有的官书文档 对八旗兵的数量啊 一直是讳莫如深 从来没有正经的文史资料 介绍到底有多少八旗兵 皇上自己都说 八旗兵的讹数 是朝廷的高级机密 不能轻易识人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儿啊 也只能是估计 在顺治朝的末期 陆营啊 大概有六十多万 八旗兵 大概有二十几万 要不就说 这听书 您得有过日子的心呢 咱们要聊八旗兵啊 就得先从这个 京畿住房 开始聊起 中国自古啊 它就有这么个词 叫居重一清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呀 这重要的地方 就得有重兵把守 您就说这明朝吧 那会儿的首都啊 它也是北京 明朝的时候啊 永乐年间 这全国呢 大概有兵啊 二百到二百五十万 在北京城啊 也就是京营 就占了八十到一百万之多 这具体的数字啊 咱们不好查 但是基本上 可以保证到四成 也就是百分之四十啊 当然了 驻守京师的四成啊 那就是全国兵里的精锐部队 直到明末重真的时候 这京师妹外啊 还驻守着明君 十三万之多 至于到这会儿啊 驻守在京师的明君 还是不是精兵 咱们不好说了 至少啊 皇帝是这么认为的 只不过呀 让这个离闯啊 一通冲撞 这十三万啊 就成了愧君了 这个呀 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讲明史啊 我看啊 按咱这进度 且着呢 咱们接着聊八旗 清朝入关以后 爱心觉罗们啊 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把八旗部队 大刀切白菜 分成了两支 一支呢 占多数 把这些旗人 派到了各城 成为了八旗直省住房 当然了 这其中啊 还有一支部队 被派到了关外 关外没有省啊 不像现在 有黑吉辽 那会儿在关外啊 只有军事建制 分三个将军统领 关于这关外住房的事啊 咱们过两天细讲 今天呀 咱们直讲京师 一少部分的八旗兵 留在了京师 大概有八万人左右 但是这八万人 全是八旗的精锐部队 驻守在京师的八旗兵 叫八旗禁旅 这个禁旅的禁呢 它不像平时咱们说的 这支部队特牛 它是一支禁旅 那个禁呢 是强禁的禁 这个禁呢 是禁止的禁 也就是禁卫军的意思 通俗的讲呢 就是这支部队 是为了保卫京师 保卫首都 保卫领袖 而设下的部队 那么八旗禁旅 驻防京师 在清初至清末 有没有人数上的变化呢 哎 多少还是有一点 但是啊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清初之时啊 这清政府 有个大概的数字 八旗禁旅 驻防京师 大概有八万人到九万人 到了清王朝结束的时候啊 在北京的八旗驻防军 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万人 这个数字啊 应该还算准确 北洋政府时期 袁世凯为了称帝 给北京城做了一次 详细的人口普查 当时得出的数字 京城大概有齐人六十万 按照比例推算 京师有十一到十二万的八旗兵 应该是准确的 并且呢 增加出来的这个两三万八旗兵啊 在官书和文档上 也是应该能够查到原因的 前文书咱们就交代过 在雍正和乾隆时期 给京畿驻防八旗 增加过养育兵 当然了 增加养育兵 他不是为了加强八旗禁旅的战斗力 他只不过呀 是为了给其人多找一些生计而已 是朝廷啊 一个霍西尼的办法 那么这些养育兵具体安插到了哪 后文书啊 咱们自会有交代 那么诸房京畿的清朝部队 有没有露营兵呢 有啊 但是露营兵的比例相当小 京师的露营啊 叫巡防营 一律全是不假 并且呀 他们承担的职责呀 大概就好像是 极道警察的职责 那有人说 这些事 不应该衙门里 衙役去管吗 衙门里的衙役啊 只搞到刑侦这一步 至于去拿人啊 还得指巡防营的兵丁 说到这儿啊 您就得理解 这清朝的巡捕巡防制度 和咱们现代的警察制度 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在清朝的时候 巡捕积道的责任 不归这个衙门馆 归巡防营的露营兵负责 相反于露营的 在京城住房的八七禁旅 多数都是马甲 也就是骑兵 八七禁旅 在京住房 马甲和布甲的比例 大概是八比二 您看现在很多学者 一提到这清代的北京城啊 就是宣男文化 九四茶馆老字号 其人的生活悠闲 以及懒散 实际上啊 这些文化 代表不了清代的北京城 我们首先就应该知道 清代的北京城 对于老百姓而言 并不是一个清静的 悠闲的宜居之地 它首先是清朝的 一个军事重镇 而且这个军事重镇啊 它是整个朝廷的军事中心 并且这里是有满人居住的 它并不是满汉杂居 这就涉及到咱们下文书了 明天啊 咱们要交代一下 这些奇人奇兵 他们到底住房地 都在什么地方 这城里的汉人 又都到哪儿去了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要讲一个 有史以来 中国最温和的一次 拆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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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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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